山坡上一陣土石崩落 中國華東安徽省這處小鎮 民眾直擊眼前房屋應聲垮下 面臨中國各地連日遭到暴雨襲擊 來到華南地區更是災情慘重 廣西桂林面臨二十六年來 最大洪水災情 當地車站停運 醫院泡水停電 知名黎江景區關閉 就連桂林象鼻山的象鼻子 都幾乎沒入水中 受到持續強降雨的影響 廣西桂林黎江 桃花江等河流水位 持續上漲 倒灌至城區低挖地帶 各地山崩土石流不斷 出現大面積停電 桂林市區也是本次重災區 放言望去只剩一片汪洋 這般慘狀讓當地民眾質疑 是上游水庫洩洪沒有通知 官方回應因為洪水來得太急 可能是簡訊發布延遲 才導致民眾措手不及 不過來到福建省災區 更有民眾痛批 政府救災工作在媒體面前 擺拍完畢就草草結束 洪水過境一片泥泥 民眾批評災後第四天 社區一片混亂恶臭 卻被政府當成擺拍背景 媒體訪問完就拍拍屁股走人 碰上嚴重天災 日子已經很難過 再加上官方冷血作秀 更讓人民心涼透頂 三宇新聞 連韓報道